今天是我們旗艦一年一度 精進念佛彌陀法會的第一天 從早上到現在完成了第一天的功課 實際上真的要說 四日已過 命易水減 如掃水魚 失有何樂 一天過去就好像 魚缸裡頭的水 那個水又減少了 在水裡頭的魚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 看著水一天一天減少 魚兒是知道生命有限的 但是我們人 人生在世 隨著時間 年歲 一天天 一年年過去了 其實我們能在這一生之中使用的額度也是減少的 只是我們大家有這樣的警覺嗎 我們好不容易真的萬元放下 就是把所有的這些生活中的所事 雜事都處理好 大家精進在這邊念佛 不過時間說起來有三天 各位也知道到第三天也不是全天 那麼講起來過了三分之一 又多一些 所以時間那麼有限 真的大家要提起正念 把一句佛號念好 那麼在這個淨土法門之中 為什麼就是我們特別是跟歐彌陀佛相應 為什麼要念佛 我想各位在座大部分都是參學比較久的 少數的人也許也會疑惑為什麼要念佛 其實念佛法門跟歐彌陀佛過去生的發願是有關的 在《無量壽經》裡頭有記載 歐彌陀佛他過去生中是一國的國王 當時是適自在王佛在說法 他聽佛說法之後就發心出家 出家修學 那麼他的善根深厚 所以就是請求適自在王佛他的老師 那麼告訴他 所有的這個佛要成道之前一定都要發願 發願都跟國土成就有關 所以當時的出家的這位國王法號叫法杖比丘 法杖比丘請求他的老師 適自在王佛就是用他的神力加持 讓他可以看到所有的這些佛冊佛國 一共210億 那麼讓法杖比丘都能夠一一彷彿清零的這樣親眼目睹 在看過所有的這些國土之後呢 法杖比丘開始勾勒他將來成佛之後 他的國土會是如何 那麼就如在《歐密陀經》裡頭所描述的西方聖經 那麼而且當時的法杖比丘發四十八大願 願願都是為眾生 其中第十八大願被稱為本願 又叫做願王 是四十八大願之中可以講 關係到就是淨土法門之中 特別是持民念佛 就是稱念歐密陀佛的佛號的修持法門 作為主要的功課 跟這個第十八大願是相關聯的 十八大願是歐密陀佛在過去生中 發願的時候他說 若有眾生欲生我國 如果想要發願往生他成就的佛國 至心信要乃至十念 就是十句佛號 專心的念誦十句佛號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絕 也就是說在法杖比丘當時修菩薩恨的時候 跟隨著世之在王佛學習 他當時所發的願四十八大願 這個第十八大願 因為提到說如果有眾生想要往生西方 甚至於只是十念 如果這樣都不能夠往生西方 那歐密陀佛也不成就佛道了 那麼所以呢 也因為這個第十八大願 這個本願的這個持民念佛 就是乃至十念乃至十句 那麼就構成了我們到現在 凡是發願往生西方的人 都要修持的一堂功課 所以這也是每年有安排幾天 我們大家共同在這裡念佛 主要也是藉著這個本願 那麼來念佛 當然對西方極樂世界來說 也許也有的人會懷疑或者不明白 說好現在知道要念佛 但是為什麼是西方呢 為什麼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 其他的不好嗎 剛剛我提到 這法杖比丘啊 他是已經看過所有的210億的這些國土啊 然後是就是集合了所有這些國土的優點 所有最殊勝最好的這些條件 然後集中在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呢 就是佛教的教主 釋迦牟尼佛 特別呢就推薦 建議我們 如果說在這個說婆世界啊 我們有因緣走這麼一趟 這一趟走走來啊 應該要好好的把這個淨土法門修好 特別是發願往生西方 這是佛陀所特別鼓勵我們 啊推薦我們要去的地方啊 啊自己想來啊 我們在這個說婆世界啊 啊真的啊 大家自己想一想真的很好嗎 啊我們在這裡平常時啊 衣食住行啊 種種的這些煩憂啊 你要為生活啊 要奔波啊 你要為啊這些經濟啊 的來源呢 要勞碌啊 啊就算不是這一切啊 還是一個苦制啊 免不了的啊 真的人生在世啊 啊想一想 這個說婆世間本質上就是苦啊 自己生老病死苦 願真會 求不得愛別離 加上五運賜勝之苦 這是八苦交間啊 啊所以真的 現在啊佛陀告訴我們啊 啊有西方極樂世界 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 就是由法杖比丘 他發願成就的啊 成就的啊佛啊佛號呢 就是歐彌陀佛 國土呢就是極樂世界 那麼是從我們這個說婆 向西方去啊 說向西過十萬億佛土 所以是在從我們這裡往西方的 這個一個世界叫極樂世界啊 那麼要往生西方啊 啊必須啊信願行啊 啊這個啊三之良要具足 你要相信啊佛陀告訴我們的 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 相信有歐彌陀佛 相信歐彌陀佛他發願啊 只要有眾生啊這個願意往生啊 那麼乃至十念都可以往生啊 相信啊這個念佛可以往生啊 更加相信啊就是其實啊 念佛學佛到最後成佛心佛眾生 並沒有差別的啊 所以啊到西方一樣要直到不退轉 直到啊成佛啊 這是我們所要相信的信念 你信念成立了很真切的成立了 你念佛才會得力 如果你的信沒有建立或者沒有確立 念起來恍恍惚惚的會分心的 念啊念的也只有口念啊 那個心中的觀想啊啊是不明確的 所以這個三子良第一個 信念信有西方信有彌陀 信有念佛往生啊 信有念佛成佛這個信是一定要成立的 行行呢就是有正行有助行啊 要念佛啊要修六度萬恨 這些都是淨土行者的功課啊 至於其他的功課有關行的部分啊 明天還會再跟大家多一些這個說明啊 那麼信行願啊這個願啊是你要發願去 西方再好如果你沒有發願 就你沒有想要去再好都與你無緣 就沒有份啊 所以也必得要是我們大家發願要去 其實各位啊在日常生活之中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這所謂不如意事啊 時常八九 你不要這個不喜歡 排斥這些不順心不如意的事 你碰到不順心不如意的事 你會感覺這個世間真是苦 做人真辛苦 一旦你感覺苦啊 你念佛啊會得力 如果平常時啊 什麼都順順歲歲的 什麼都趁心快意啊 你不知道人世間的本質 可能念起來那個願啊 就不那麼真切 所以苦是祝道的因緣 幫助我們修道 所以這個信願行啊 真的大家要把這個 說如鼎三竹啊 這個三之糧啊 自己問自己 第一個我的信是不是確信 第二個我的發願 願是不是也是確定的 然後行啊 我在這裡念佛啊 念佛是不是啊 是這個真實的念佛 其實念佛有好幾種 原本啊 有跟佛光山總本山定了一本書 叫做圖解淨土生活 我跟大家推薦這本書 那麼非常的好 圖文並茂 其中呢 有許多福 是就是在世界上啊 可以講是非常珍貴的 或者歐彌陀佛 或者西方山聖的這些圖 或者像啊 那麼如果看的話 看這些圖啊 你方便你觀想 那另外呢 就是裡面解說了 許多的有關淨土行者 應當要具備的一些認識 這本書裡頭寫得很清楚 比如說念佛 就已經幫我們整理出幾種念佛 第一種叫明慈 明慈啊 就是念佛號 念出聲音的 開口念 這個特別呢 是譬如說 這個心意啊 不集中 精神提不起來 那你要發出聲音 明著來持送佛號 叫明慈 當然第二個就叫墨慈 就是默念佛號 就是你 不管這個嘴唇有沒有動 這個佛號念在心裡頭 默默的 在這個口裡頭 明慈 默念 那第三呢 是半明半默 就是說 有的時候好像要念出來 有的時候好像含在口裡頭這樣 這樣子呢 是可以適合 就是說 你一直開口念 可能會 這個身體會勞累 那所以有時候改為含在口裡頭念 這個又叫做金剛念 金剛念誦 就是在這個出聲音 或者是含在口裡念之間的 半明半默的念法 第四呢 叫追頂念 像我們打佛七啊 跟隨著這個沐魚 除了跟隨這個速度啊 跟著沐魚之外呢 其實那個音調啊 你不要聽別人的 你隨著自己的氣息 一口氣吸足 這個音啊 就由底往高 或者由高處 你節奏掌握得到 由高處直接切入也可以 總是音比較高 比較大聲 氣慢慢的要進了 突出去了 這個音呢 就下下來了 就佛號 這個音調呢 就降下來 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打佛七的 這種自由調的念法 每一個人順著自己的氣息 那一個人 這一口氣吸足 音調上去 這個吐氣音調下來 就好像一個波浪一樣的 一個人 每一個人隨著自己的氣息 一個波浪接一個波浪 我們這裡有一兩百人 那就會有 好像這個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波又一波 形成一片的和諧音叫海嘲音 是海嘲音的自由念誦 當然這個念法呢 也是由慢到快 真的就像大師在指導我們的時候 告訴我們說 解在一切佛法 你要理解 解在一切佛法 行在禪靜共修 禪靜 這個參禪 在止靜打坐的時候 靜坐的時候 靜坐的時候 靜坐的時候還是 靜坐不是讓你昏塵打瞌睡啊 靜坐的時候個人呢 在心念很清楚 有的人在觀想念佛 觀像念佛 有的人在默持聖好 有的人在光中思維 這個極樂世界的衣報 正報按照經文觀想 種種種都是在做功課 所以在我們講禪靜共修的這種打佛期的方式啊 有念佛送經然後有靜坐 靜坐的時候啊 各位因為是在這個念佛經行 靜行之後呢 歸位 就回到位置上 坐下來 所以坐下來的時候啊 因為靜坐的時間 在念佛催快 到最後停下來 之後呢 將近十分鐘靜坐 這個 所以在你坐下來的時候 你就要進行 調身 調息 剛剛經行過 走動過 坐下來 氣息比較粗 比較喘 你先調身 身呢 坐下來 因為各位坐的這個坐墊啊 要直接盤腿比較不容易 散盤可以 那麼調好身啊 身要正 不要用力 你也可以在這個 坐下來的時候啊 觀想好像在你的頭頂 有一根線 這根線 讓你這個 整個身體好像懸掛起來 它叫懸 懸的概念 懸吊起來 你就知道你的頭部 你不會往前 往後 或者歪一邊 懸起來 整個身體的重心 會讓你的這個頭啊 就是很自然 全身是正的 但是呢 不是用力的 不用用力 那麼做正了之後 念佛可以持久 而且念佛可以用丹田的力量 那麼在這個 跟著 跟隨沐魚的速度的時候 跟不上 跟不上啊 是有的時候是口張太大 比如說 這個沐魚速度最快了 歐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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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隨著這個沐魚 歐彌陀佛 歐彌陀佛 通常呢 我們要跟上這個沐魚的速度啊 不是歐就是陀 你只要跟著 那個字 打在 跟在那個沐魚的那個點上呢 不至於 就拖槍 拉拍 那你就可以 很安心的 振奏提氣 然後 跟著這樣念誦 這個是 我們在講說 這種自由調 追頂念 追頂念法 就是 不是拉著腔調 是一句一句 一直追上去的 這種追頂念法 另外呢 平常時你們自己念佛 還可以叫禮拜念 什麼叫禮拜念呢 就是說 念一句佛號 拜一拜 或者 不管念幾句 總之你是佛號 訓習念久的人 佛號其實很快的 你就一邊念佛 不管幾句 就是佛號 然後就拜 就一邊拜佛 甚至於 還有 把這個觀像 就觀想念佛 再加進來 觀想念佛 本來是說 你看哪一尊 歐彌陀佛 或者西方三聖 你特別 這個容易 印在心的 你一直看 一直看著 就這一尊佛像 會讓你 感覺到 歐彌陀佛 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好像來接引你 放光接引這樣 就方便你 你容易看得 就是 銘記在心 印在心上 這樣子的 你還有這麼一尊佛像 那麼 你看著看著 然後 不管真眼閉眼 那尊佛像都在你的面前 像這樣 你用這樣子 來念佛 叫觀像念佛 那麼觀像念佛 跟這個禮拜念 其實可以分開來 也可以再把它合併起來 就是我在念佛的時候 我在拜佛 我在拜佛的時候 我的眼前 一直一直都有 這一尊佛阿彌陀佛 彷彿站在我的面前 手摸我頭 衣服我體 像這樣子 在不同的念法 另外呢 還有所謂的 這個叫 計時 七八九十的時 計時念 計是這個計錄 計算 計算的計 計時 計時 譬如說 我們念佛這麼快 你平常時 如果念佛稍快的話 有時候你撥念珠 會有一點太忙亂了 就是因為你念得快 你又要撥得快 或者按那個計速器 現在有很方便的 電子的計速器 一直按一直按 有這種計時念法 是會比較穩 他是怎麼念呢 你念十句 才撥一顆念珠 念十句 或者才按 那個計速器 按一下 那這樣子呢 你就不用 因為你念得很快 然後就一直撥 很忙亂 有的時候 嘴要快 手又跟不上 就會有一點 好像 在哪裡 就亂掉了 所以這種用計時 就是 這個呢 其實是會 可以講 幫助你 更加 清楚 專心 因為你必須要 譬如說 兩句三句佛號 是五句 兩個五句 是十句 你一直要很清楚 你念了幾句 像這樣子呢 這樣累計了十句 你才撥一顆念珠 累計十句 撥一顆念珠 這樣子呢 比較不會 忙亂 實際上也幫助我們 比較清醒 比較清楚 各位不妨 試看看 這個方法 比起 就平常你慢慢念 那一句 一粒念珠 沒有關係 但當你念快的時候 其實用這種 計時念法 可能是 比較好 各位不妨 試試看 另外呢 對於 日常生活中 忙碌的人 如果說 你再怎麼樣忙 各位都要記得 你沒有理由不念佛 因為 最後要講這個叫 拾口氣念法 拾口氣念法 是專門給 那種 說自己很忙碌 沒空念佛的人 很適合 人總要呼吸吧 就只有拾口氣 拿過來念佛 可以嗎 如果連這個 都說做不到 那肯定是沒有心 那也就不用 這個找理由應付了 真是忙的人 他用這個拾口氣念法 照樣可以念得很好 什麼叫拾口氣念法 吸一口氣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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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硬掉的也行 没有的 就是指示瓶 nào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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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子 也行 就是你吸一口气 然后一直念 专心念 快速念 uro til Ger af 这口气没有了 那你这一口气里头 可以大概念个一二十句佛号吧 一口气 十口气你就当它五分钟吧 五分钟就一百句佛号了 你说一天再怎么样忙碌 都没有空闲的人 你只要拿这十口气 这十次的呼吸 这样子你都有一百句佛号 我不是跟这个数字斤斤计较 我是说我们忙也要念佛 闲也要念佛 真的这个行也念佛 做也念佛 就是这个念念都不离 欧弥陀佛这句 你平常时常常这样念佛 尤其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心很忙乱 外面特别这个网路上 攀远的东西太多了 你一上去就下不来 这个心一进网路就出不来 像这样他在扼杀我们的生命 正是不可不慎 如果是有必要工作 或者是必须的讯息 这也免不了 但是实在说 多少人有资格可以看电视 可以上网 大家心中是明白的 所谓有资格的人 就是你可以做好 self control 你可以掌控自己 管理好自己 你说几点到几点 处理这些上网 或者打开电视 几点我一定去做什么 如果你可以这样管理好自己 那你有资格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 那就叫做没有资格 我希望我们大家要有自知之明 你们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生 我们如果 我不知道各位 你们的发愿如何 你们如果修得好 欢迎发愿 就是回入娑婆 广度有情 你修得不好的 没有把握的 快快去西方 说婆 不是普通人可以来的 我只能这样讲 我觉得 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 真是大慈大悲 他用尽所有最浅显的语言 告诉我们怎么样 去除贪嗔痴 怎么样认识生命的真相 然后又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捷径 就是真的只要你真心念佛 那么这个西方有份 也是佛陀在所有的佛国之中 净土之中 也知道西方净土法门 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发愿 是最简单最容易去 佛陀应该大概很了解 我们娑婆界大部分的根性 所以才会推荐这个简易的方便法 先到那里去 那么总是 你可以在娑婆直接听闻佛法 然后明白真理 执政这个菩提的 那当然好 如果不行的话 娑婆正是地狱边弄得不好 不晓得万劫也不复 那么总是 佛陀已经这么明白的告诉我们 就是真的 如果说 你对这个娑婆的修学 你没有把握 那么最直接的 就是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在那边修是比较安稳的 而且欧弥陀佛发愿 三根普丕 就是不管你的根性是上是下 你这一生中是聪明还是愚笨 你是贫穷还是富贵 不管你是哪一种人 只要你想去 你念佛都可以去 还有什么比这样更方便 更简洁的呢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 一样就是继续 对于这些念佛方法 你有一些概念 然后明天呢 我们继续要进入第二天 好好的把这一句 弥陀圣号再提起 各位要知道 把一句佛号念好 它其实需要很多的助援 那么最大的助援 其实保持静语 把外面的善心杂话 关闭 即使你回到家里头去 你要减少 更加如果不是紧要的事情 刚刚说的那一些什么网路啊 电脑都可以可免则免 就是清静的保持着这三天 做一个练习 让一句佛号深深的印在你心里 通过这三天 你必须要能够把这个念佛功夫 还要持续一年 各位还记得我们有一个约定吗 从今年的孝道月 梁皇法会 我不是跟大家相约一天 三千句佛号 三千句是很少哦 真的是吃一顿饭的功夫而已啊 好我用了一个很容易做到的数字 叫一天24小时内 你念三千句一年就是一百万句 现在告诉你 你发愿念一百万句的佛号 你可能觉得一百万遍太难了 但是现在告诉你 你一天只有三千 如果我们就当秒针好了 秒针 这么慢的速度 欧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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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分钟六十句 十分钟六百句 五十分钟三千句 只是一般 一秒钟这样的速度 我只是告诉各位 今天我们念的应该不止一万句 就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我就是用打佛期在这里念佛 以外的时间扣掉必定要处理的工物以外 在念也一样有一万句的 所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们约好的 我听说有一百多位菩萨们去登记 做这个百万遍念佛的功课 各位还可以再登记 那么现在奋起之追 明年的孝道月 我们要做功德回向 那么各位想想 一个人一百万遍 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五百人 是如何 这个世间五着二世 在这个末法里头 需要多一些清静的力量 我们大家共同发愿 共同来精进 从不管是联皇法会到现在 或者你从现在开始加入 一样共同来这个持明念佛 把这个功课做起来 借着这个三天的念佛 会帮助你 就是让这一句佛号念入心 念到 如果你今天回去继续念 你明天早上醒来 你会发现 刷牙也是欧弥陀佛 洗脸也是欧弥陀佛 走路也是欧弥陀佛 吃饭也是欧弥陀佛 你不要担心 曾经有人问我 说What happened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样 我说恭喜你 你这一句佛号念得够熟 这个功夫一直保持着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各位练习 做这样的功课 对于我们这么珍贵的生而为人 这一生之中 真的 我们当这一次念佛是一起一会 就这一次的机会而已 我念了今年 我都不知道明年如何 希望我们大家真的把这一番功夫提起 减少不必要的外援 减少其他的善心杂话 有什么事情念完佛再说 都不是现在这几天 大家一起用功好吗 好 我们就今天这个时间有调整 明天也一样调整 就是早上九点半开始 整个星辰向别的往前提半个钟头 所以早上第一支箱是九点半开始 下午第一支箱是一点半 晚上这支箱一样都是七点就开始 这样我想 因为今天断断续续下了几场雪 大家开车 晚上回去 比较早一点要好 所以大家路上也要小心 好 我们就明天再继续用功 请先站起来 最后还有个提醒 我看大家在这个第二段 就是已经开净 我们静坐叫止净 止净之后不是还有一段念佛吗 念佛完 各位就要知道 那个沐鱼 有一阵沐鱼 就是让大家准备要站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一阵沐鱼 是你可以松松脚 按按膝盖 脚稍微松一下 然后等到他 扣扣扣扣 扣扣扣 就叮一锤引钳 站起来的时候 你不至于 因为这个脚 从这个 就绕佛归位直径 念佛一直坐着 有些人脚会麻的 那么总是在 就各位记得 每一支箱 有两段念佛 那个止净之后的 那个是之后的是第二段念佛 第二段念佛 完了沙坂 你就要知道 后面是 一阵沐鱼之后 一锤引擎 是要站起来的 松一松会比较好 我们明天再用功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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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